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我们只是在努力生存 餐馆老板们在疫情中挣扎的新闻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迫使加州取消室内用餐以后 爱萨克美甲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让洛杉矶市中心的狼八成为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酒吧的合伙人表示 我们在菜单上采用了非接触式 还创建了二维码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我们非常小心 酒吧于6月27日成功重新开业 员工们对重新开业感到兴奋不已 但是在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以后 州长纽森7月13日再次禁止全州的室内餐厅用餐 美甲说 从成本上讲 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钱 我们正在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起 提前投资酒和食物 然后就关闭了 如果我们是开放的 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并且试图在新冠病毒中幸存下来 我认为每个人现在都想做的就是生存下去 餐馆老板们觉得自己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厨房里堆满了容易腐烂的食物 他们专门为保护顾客安全而订购的有机玻璃隔板 还有没完没了的账单 卡洛林斯泰恩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面包店 还有一家餐厅 他表示 现在我不得不说 我对今年剩下的时间都不能坐在室内用餐 感到非常悲观 我经常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关门大吉 杰米·佐布里斯特是一家美发沙龙的老板 他说这几个月以来 他的情绪一直都在过山车上起伏不定 他说他的公司将继续营业 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 我们能够使用口罩 能够保证消毒和卫生 再次关闭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干净的环境